嘿 歡迎大家回到關鍋粉絲地遊戲頻道 我們訂閱了更多四季六王台Light的節目 要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們這次找到的比賽是線上 Degao對到Vinchester 一樣在阿拉伯這張地圖 這次是Degao的匈奴人 對到Vinchester的馬來 馬來在阿拉伯應該是 稍微吃虧了 沒有到很適合他 但也不能算特別爛 對也不能算特別爛 然後匈奴他自然是稍微強勢一點點 但也排不上就是前排了 算是中上這樣 目前看一下地圖的生成 這個果樹跟金礦都稍微靠前 但都有樹林的掩護 所以都還算可以接受 這個金礦靠後果樹靠前 也都有樹林掩護所以 Winchester的地圖稍微也好一些 加上馬來的話 應該這個 拔場是主力 所以金礦靠後是好的 匈奴這邊的話就是 金果通常有一定的自由度 想金就金 想果就果 所以有時候金靠前 你打這個赤猴 果靠前你打弓箭手 這問題不大 還要看一下對手的文明的主動性 像馬來的主動性也不是說非常高 所以你是不太需要 照地圖規劃去做調整 但如果你今天對到像是法蘭克 對到馬扎爾 你可能需要照自己的地圖主動性去做一下調整 來野豬 好 來野豬 马来速生打这个马就也是可以 可是后续的使用上会比较尴尬 就是不要太担心马来的马就烂 因为封建是不影响 就是不影响 你封建还是可以好好用刺猴 封建以后到城堡的时候才会有问题 拉走三村 像这最基本的还有六村在吃 所以最近看到像是米盖尔那种拉完村去吃打猎 结果野猪剩下四村在吃 而且还是犀牛不是野猪 那超级严重 损失超级多的食物 所以其实野猪最低最低可以接受的村数也是五村 你低于五村是真的超级吃大便 那损失的食物量巨大 马来我印象中因为他晚生时代 所以伐木也是有可以减少采集打法的 就是不用到四幕 那这边vinches的并没有这样做 两只鹿三只不过这一只快吃完了 处理的非常漂亮 处理的非常漂亮 这个奥小黑块 检查一下次后探图 非常漂亮的探圖 自己家稍微零線後方看的少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 因為他現在要主動 防禦的事情可以之後再規劃 只要記得在這一波攻擊裡面 吃我不要死掉了 那Vinciest的話 一樣先檢查有沒有在近點 那再繞回來 沒有勾到任何東西 側面開始想要做封牆 最高的進攻路線也剛好是這一側 所以這個封牆是來不及完成的 但至少看起來不會剛好撞到這個封牆的村民 哦!Surprise來了 驚喜!哇!被困住了 被困住了 織布之前直接死一村 搞了個動物園 但是還是死兩村哦 那小黑塊加刺猴換兩村 不用想了啦 賺翻了 對不對 賺翻了 雖然說動物園有點修煮 但是問題不大 你已經獲利了對不對 你已經贏了 對不對 讓我樂透重頭彩的話 我也不介意人家吐我口水 對不對 你已經贏完了再被羞辱是沒有關係 這動物園還會持續好一陣子哦 因為馬來死這兩村他的封劍又更不順了 嗯 假的這個封劍會有點慘了 馬來村數正常是會有優勢的啦 但是因為 因為死這兩村 我猜應該是拉平或是稍微落後半村或一村 咳咳 這個可能要用村民修了 有 但是這還要修多久不知道 因為他還要等到遠征單會出來 匈奴的靶場準備弓箭手 我覺得是錯的 德高爾應該要直接準備毛兵跟 角色好劍 然後就 就準備上層了 他的優勢確立了非常非常大的優勢 然後應該就是稍微微一下 但主要是要 主要是要準備毛兵 用毛兵去掩護剩下的危險王者 這邊也確實在開兵工廠 但 他弓箭手已經造很多了 所以 封劍 持續時間是一定會再稍微拉長一點點 前期造弓箭手有的好處就是種田少了 就是 畢竟黃金是幾乎無限的資源 只是說你如果 不需要彩晶的話 你就也不需要開這個彩晶戰 那就會 省暫時省掉一百目 相對來講 這個角色好劍來的會更快 所以 單靶場毛兵防禦 只有在 主動性上對方已經被困住的時候 通常才會來得及 但來得及的時候對 把小優勢轉換成更大的優勢是蠻有幫助 基本上他上時代要是比較早 然後再接著開城市中心 Vintress已經沒有太多的選擇了 我說時代比較早的意思是對到馬來 你跟他同時城堡都可以 因為馬來正常是應該比你早城堡 現在真的是春樹是差不多對的 比賽誰的田多 那目前看起來 匈奴應該是越勝一籌 匈奴的那個木頭的優勢 應該會慢慢開始生效了 這邊算是封建的中期 匈奴經濟優勢 大概從封建後期開始顯著 本來有機會抓一村 移動的不夠快 所以這邊被堵到了 因為這邊的村民會不會死完全取決 這個弓箭手多快到TC跟村民之間 那 賭到成功賭到之後就沒有 沒有什麼機會 嘿呀 還是死啦 剛才成功躲過一輪但是 現在局勢又開始不妙了 Winchester應該是拿不到好的交換筆 即使在援軍抵達之後 弓箭手盡量貼臉還是沒有辦法 這邊還是被Decal血鑽了一波 空氣西夢 很適合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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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Vincius的今天的控兵有点失水准 犯了蛮多不应该犯的错误 因为弓箭手的视野其实也蛮大的 蛮早就可以看到状况 就是感觉操作不够快了 前面的这不利开局大概对他多多少少有点影响 修奴双八场马来城堡 马来上城的话 没有什么好的施压管道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只要科技术不全面的文明 其实都有类似的特性 就是你的欧印会很弱 所以 要审慎考虑了 他要欧印也是可以 但是毕竟你的时代比对方早这么多 如果你有能力 侦查做的通透一点 有能力多TC的话 可能还是先多TC比较好 毕竟找这么久的城堡时代的城市中心 基本上能够让自己再创造一两村的优势 然后加上额外的城市中心 比较早盖好的话也再一两村 这样叠起来也是从城堡时代初期就三村四村 是蛮有机会有差别的 看一下Vinches的怎么选择大学 看来是欧印 欧印的风险有点高了 呃 匈奴 防御不是他的强项 问题是等到城堡时代的时候的匈奴 那个经济已经是有蛮显著的优势 所以他很轻易的可以盖多个TC 或是组织防御 并不像封建初期的时候 因地那么弱 城堡时代多TC多军事设施的情况下 凶努的那个免防御人口是非常显著的加成 啊 自己的时代比较晚 基本就是不要命的换就对了 我时代比较晚 表示我的经济比较好 那就是你你你死一只兵 我死1.5只兵 我也可以接受这样 因为就是把你有时代优势的兵种先交换掉 确保你这段时间不能够干预我 我要做的事情 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多TC 没有部队来影响的话 就可以很顺利的稳稳超前了 那Vinches自从这个大学之后 现在就只能接的就去O引 工人气场没有钱压倒是蛮奇怪的 因为通常这种没有钱压的工人气场是 你家里已经先发展了 然后你现在想要施压但是又不想要 就真的O引 那盖这种在家里的工人气场 呃 施压的力度当然没有那么强 可是这个工人气场到后来一直都会有用 你的前线不会有那种一定要 永远在自己控制中的这种压力 然后又可以有工人气去施压 那等到敌人来反攻敌人说你也有工人气场 加他可以防御不用多盖一个工人气场 那这种选择通常发生在已经 城堡之后马上先单TG 然后之后才会这样做 那这个不是O引的O引就看起来就有点别扭 他已经大学 没意外的话应该也单到学 然后这个工人气场要选择盖家里 等一下这样子施压力度会有点弱 因为第二台投石车也要走很长的距离 第三台也要就是 会蛮晚打击到对方的 这个其实工人气场的位置最大的问题就是 村民的移动速度比这个快多了 所以你把工人气场盖这里花掉的时间 最后有三台投石车在砸这里的时间 会早很多很多 还有就是前线的那个村民也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 你真的已经处在一个必须O引 不然没有胜算的局面的时候 工人气场应该是没有理由盖家里 Winter's的目前双靶场48村 呃 嗯 食物有点太多 所以他应该是要再上帝王 但 这这已经不是冒险而已 这是有点点自杀 食物太多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他自己上帝王也已经是他最好的选择了 那但是他应该要有办法 至少挖个宝 看他等下会不会卖食物 这金矿还在远距离踩啊 非常糟糕 工型巨至少是有拿的 采金技术也有 所以也没有到那么糟了 得告没有工型巨 3TC可以没有工型巨 2TC的话 是正常的流程都一定是工型巨 然后才2TC 那所以 也要熟悉流程 肌肉记忆这样的话 建议大家是就直接贝克 工型巨 先就对了 不管怎样 让你上时代先拿工型巨 你剩下要做的事情都是 之后再说 当然贝克不是最理想的做法 但是贝克是最 省你的脑细胞 被夹住了 OK 投资车选择打投资车大命中 哇靠 Minchester Minchester这个 施压应该是已经梦碎了 帝王点下去 十字弓成功躲过两轮的投石 三轮 但是 现在局面还是非常非常的灾难 被战毛追着跑 那 还好这不是 立陶岸的战毛 十字弓保住这个量 如果他真的能够盖一个城堡的话 会大有可为 但没办法盖一个城堡 就 现在也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其实没没有太多机会 而且 德高已经在踩石了 所以德高等一下应该是会开 城堡首家 那 Minchester这一波这种快速帝王能做的事情就是 又更少 好 贴脸 德高的地图小地图没有及时掌握到 Minchester的这一波帝王分数直接变超浅 但是是完全是碰轰的 要知道帝王是一个非常非常碰轰的时代科技 就是 基本上你拿到帝王时代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直到后续的帝王科技进来之前对你是没有任何帮助 可是他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贵的科技 所以你拿到的分数会很高 呃直接就看到强弩了这蛮奇怪 DF 我猜Minchester的食物真的太多 他一直没有减甜的关系 其实他的经济非常的有限 应该要减甜 减甜 然后 彩木 彩金 这样可以造火炮可以造强弩 那 如果他田一直不减的话 上来直接科技拿着这么顺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就是强弩现在 性价比稍微低一些些的 还是还是高性价比科技 但是 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没有理由去 没有理由去抢他 你就慢慢的拿到就可以了 以他这种规模的五十几村的超级恶心的帝王时间 的帝王春树他应该 十一十二田top吧 你不需要那么多田 因为最重要的真的是强力护丸 他化学也没有很贵 化学只是慢 化学研发很久 所以如果真的要说的话 你可能控制在一个能够秒 秒点化学 秒点强力护丸的 春树种田就好 甚至点完化学就马上拉走两村这样 火炮在对付 战矛上也有一 不错的效果 可是在这种人数的时候还好 可能要更多人数的时候才效果比较显著 哦 投石车不小心被陈恩忠一射死 那还是马上开始反击 火炮有可能被战矛点死哦 活下来 哎 村民冲锋队 没有放出来 这闲置村树一直都很高 靠他一直都有石村闲置 放出来了 又冲了不知道在干什么 呃这个tc保护到的范围内的木头 应该很快就结束了 就没有 没有东西可以採 所以 火炮命中 这我们前面看到的呢 匈奴准备了石头 所以 基本上这个第一波 帝王时代能做的事情 真的是 寥寥无几啦 如果是马国就算了 你弓箭国真的 遇到有城堡 你就 能做的事就少非常多 火炮看起来没有高地 不太确定这里打不打得到 如果这里打得到的话 应该至少是平 没有平 应该 没有高地应该也至少有平地 就是 这个尖角 呀 这个伤害看起来确实不太行 这两门火炮 应该是 就是比城堡低 我猜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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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奴 帝王之后的城堡 也是努力的组装巨头 巨头在 这种 火炮要打城堡的情况下 躲在城堡后面 还是有不错的 反火炮效果 但 只能躲在城堡后面 靠这样有中啊 这看起来怎么看都没中啊 刚才那石头打在他上 上面耶 这是 中世纪的空爆弹是吗 在目标的上空炸开 然后目标就死了 被碎片打死 哦 这个有够准天 直击 脸部 下方也播出了一波战毛兵去骚扰 啊 战毛在城堡时代对 村民的杀伤力就已经很显著了 那更不用讲帝王的时候 杀村民简直不要不要呢 战毛比起几兵 那哦 村民的时候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对城堡中心有一定的穿越力 但是那个远房的关系 那目前看起来他是没什么机会发挥到质点了 那这波高地直接用强弩跟战毛队的射呃在毛没有帝王甲看这个扣血就知道了 对没有帝王甲 呃奇怪是强弩有帝王甲哦 哇靠 所以 更进一步的加大差距 因为 战毛是有帝王攻击的呢 所以帝王甲对强弩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七点 所以这四点的远防 额外扣的那两点 其实差距蛮大的 可是 去城堡下又送了不少只 这个也只是放慢匈奴完全碾压 马来的时间点而已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毕竟 现在已经差到45村了 而且匈奴的图控还是蛮自由的 我们看到匈奴开始拿 精锐达拉痕 那这个 马就也在准备了 来确定他的银罐拿了 他的银罐还没拿 那这个可能明显是错的 就是 你马就准备 你就应该先拿银罐 然后 马就先生产存起来 那 银罐拿好了才开始研发精锐达拉痕 这样子你的 就是马就才不会闲置 不然你只有两个马就就可以把所有前置科技研发完了 一个品种一个移动速度就没了 所以 甚至照那个研发时间来算 搞不好一个马就就够了 所以其实 这绝对是错误的顺序 他会让他达拉很成型的时间慢很多 外部的金矿曾经留下伤痛不敢再去踩 是应该直接偷渡一下的 我觉得Vinches的落后的局面是满显著的 这刚才的分数主要都是军事分碰碰回来 所以 他他其实需要能偷就偷拉 就是 你偷去偷了一下输了又怎么样 你本来就输啊 这只是让你看有没有机会赢而已啊 就 赌对方不知道你在 虎烂 这跟 玩这个 瘦趴的时候 玩13只的时候一样 已经赢不了啊 就靠骗啊 有的时候骗成功的就赢了 好啦 这波进来 远远的应该就看到 但是现在没有 也没有多少选择 他没有军队可以应付这个 哦 这个很灾难的寻境啊 靠 所有的村民一直在碰撞 看到 达拉罕冲锋就GG 确实也已经GG了 我觉得在达拉罕 如果他准备的更快 当然更快就GG了 只是 初期就应该要 有机会 这个城堡准备的比较晚 蛮可惜 感谢哈士奇的加班费 我先把播报讲完 他的 城堡准备稍微晚一点 比较可惜 我觉得如果 以他的帝王时代的时间差距 打的是巨头不是火炮的话 会有机会 那 我没记错的话 其实我有可能记错 那但总之他打这个 有有办法打城堡的话 他有一个行动趋势安全 军队可以专门去应付行动去 就是这城堡保护范围以外的事情 那让这个火炮专门在这里运作 不是做火炮的那个巨头 那他会 会比较快形成一个focus是敌人需要解决的 那如果是敌人需要主动来解决你的城堡 你还有时间在后面偷城 这就是比较有机会追回来 马来其实追到现在2tc 也总共才从50几寸补到98寸哦 也就是说 3tc的话大概是这个补充量的1分之1 再多2分之1 所以大概是多20寸吧 所以如果他能够成功到3tc的话 那会是现在的这个 纯束再多20大概是110几 快120 还有机会 但横数凶奴一定会有更多的钱 更多的军队 那 我觉得直接上帝王确实是错误的做法 那他之所以会打到这个局面 是因为他没有减甜 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规划好的 直升帝王的打法 因为 比较像是他有太多东西需要管理 然后在经济上就疏忽 所以田一直继续种下去产生的结果 他造的冰种几乎不用食物 然后你看起来也不像是规划好要直升帝王 因为他的金矿不够 他那个时候食物已经1300了 没有没有足够的金矿 所以应该是他正常来说 这个打法应该要抽走四村 就是有四片田 田还没采完 但你就先把村民调走 去伐木 你把这四个村民调走去伐木之后 这片的田要是他种完了 他不会重新破种 他会走去种这个没有人种的田 所以这种减甜的做法是 就是你先提前调度一下 非常轻松的 那我发现这也是蛮少人会做的事情 但你在高端其实很常看到 那 这个比较可惜了 Vinches的对Degal 我觉得Vinches正常 应该是被看好的 他的 整场的不利条件是 蛮早就已经种下的 这个 小黑块两只民兵 暴打 直接杀两村 是 有一点难爬回来 在封建的 初期 或是黑暗的末期 死两村这样的损失 应该是远大于一只野猪 所以 非常严重 但Vinches的还是做了拼死一搏 我觉得他没有在 城堡时代搞砸 去搞了个直升帝王的话 城堡时代其实还大有可为 还有机会拼搏一下 那我们这一次的 四季来往台Lite 就跟大家一起看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